3月4日,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 大会发言人张叶隋谈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时表示 他是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 目的是实现对所有行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 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实现对所有行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机构 国家监察委员会通中央纪委联署办公 旅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 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通过制定监察法实施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把时间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 对加强党队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 构建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